跪在最前方的云芝兰 听着这道旨意 并不怎么意外 自己这个城主虽然是谈判的来的位置 但要当下去 必须要经过庆帝的亲自册封 他有些黯然地起身 双手接过圣旨 在行义里 一应仪式还在继续 这是无比繁复而无比重要的仪式 一个关于征服与被征服的仪式 大皇子下马 走进了范贤 看了他半晌后说道 先前做得不好 范贤知道 这位亲近的兄长 指的是自己让剑颅弟子离开的事情 沉默片刻后硬道 我已经很累了 不知道还应该怎样做 但剑颅弟子们的态度 还是要表现一下 大皇子温和地望着他 安静了一会儿 极为严肃地说道 不过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我想整个天下 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谁能比你做得更好 范贤微微一笑 没有接过这个话头 只是说道 剑颅弟子的态度会展现给陛下看到的 他低着头 对身旁的王十三郎说道 十三郎 你负责安置大军进驻一室 一直沉默的王十三郎豁然抬手 没有问为什么 只是静静地看着范贤 意思很简单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一个简单的人 范贤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从你身上我学会了一点 如果你简单 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 在大皇子微微疑惑的目光里 范贤拍了拍王十三郎 说道 我想你也希望这件事情能简单一些 剑颅十三图王熙 站在那对骑兵面前 不由想起 很多年前 桑文姑娘带着他去挑选姑娘的那个明朗的下午 一样的无奈 一样的头痛 他这才知道 从那个下午开始 范贤就已经决定将自己的人生 与他的人生捆在一起 关于这一点 简单的王十三郎想了想后 就简单地接受了 沁国方面派过来的一万驻军 自然不可能全部安排在东夷城四周 虽然这座城池乃是天下第一大城 供应一万名军人的后勤营帐 并不是件太难的事情 但由于一些难以道清言明的缘故 本来应该在五天就修整一新的军营 直至今日还没有做完收尾的工作 所以有一部分的庆军 只是暂时驻扎在临时营地里 最后留在东夷城方面的共计五千六百余人 而其余的人则是分驻到了各诸侯小国之中 以为谈压 以为震慑 当天晚上出席完大宴的大皇子没有急着去休息 而是对范贤轻轻地挥了挥手 二人闪入了一间安静的书房之中 大皇子沉默片刻 终究还是先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书信 范贤眼光一瞥 便瞥见这封信的致士 正准备往下跪倒 迎接陛下秘址 不料却被大皇子拉住了 就我们两个人 何必让膝盖受罪 大皇子轻轻地摇了摇头 范贤危政 玄吉缓缓笑了起来 也就不再行大礼 从他的手中接过这封陛下的秘址 拆开封来 细细地看了一遍 然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许久都没有开口说话 我先回京 然后你在这里替我三个月 信中皇帝陛下的语气很温和 还有一种掩知不住的 对范贤的欣赏之心 范贤的心情很放松 语气也就很放松 对大皇子说道 这个安排倒是行得通 问题是将来你再回京 我再来接你 难道我们两个人 就要永远在东夷城出外插 要尽量波兰不惊地征服东夷城 让南庆的国力财力军力 受到的损耗越少越好 大皇子以及范贤 这两个皇帝陛下 有东夷血脉的儿子 毫无疑问是最佳的选择 虽然一个月前开庐仪式中 四顾见的那封遗书 一个劲儿地把范贤 往东夷人的路上拉 真指地心 但是皇帝陛下是个大智慧之人 怎能不理解这一点 他反而顺势而为 改变了当初的想法 真的派大皇子 带着庆军前来进驻 不论是大皇子还是范贤 都有一半的东夷人血统 这一点对于征服东夷民心来说 是无上的利器 至少那些被征服的人们 每每想到压在自己头上的庆国权贵 也算半个东夷人 心情想必会好过很多 尤其是大皇子 他是正牌皇子 他的生母身是天下皆知 由他住在东夷城 也可以代表南庆与东夷之间的血脉交融 真正要征服一片姜土 血统的混杂交融 毫无疑问是最有力的一件武器 皇帝陛下看得极为深远 但是皇帝陛下不可能允许大皇子和范贤 都长期地停留在东夷城内 一则他的膝下 只有这两个已成年的皇子 需要他们在身边铺左朝政军物 二则儿子离开京都太远了 对这两个明显没有太多 李氏家族味道的皇子 庆帝也有些隐隐地担心 关于这种担心 范贤心知肚明 所以对于秘职里的交代并不怎么吃惊 他只是有些头痛 大皇子来了 自己便要离开 那将来怎么办 总是需要有人常驻东夷城 他望着大皇子问道 陛下究竟怎么打算 到底是你来 还是我来 我也不清楚 大皇子的眉宇间 显出淡淡忧虑 他不是一般的沁国官员百姓 虽然对于范贤 能够兵不血刃地说服四顾剑 说服剑炉 进而把东夷城的土地子民 吞入大庆版图之内 也感到无比的喜悦与震惊 但他想的更多的是 这个过程能不能够很顺利地进行下去 尤其是今天在东夷城外 虽然万名庆国铁骑 十分有效地震慑了大部分东夷人的心 但是剑炉弟子们的表现 让大皇子有些警惕 他深深地看了范贤一眼 说道 关于剑炉的事情 陛下虽然没有明说 但很显然 对于此举有些不喜 当时 逼道没有办法 要不我就接手剑炉 要不就要从头开始 范贤冷笑一声 说道 你当我愿意做被硬膜夹住的肥肉 父皇的意思很清楚 至少你得回去树直 大皇子的眉头微皱 玄机叹息一声说道 我只是来暂时替你 父皇是不会放心我常驻东夷的 范贤陷入了沉默 知道大皇子说的是真心话 大皇子对东夷城方面一直有些照服清静之意 毕竟宁才人耳提念命这么多年了 加上他的手中又有军权 陛下宁肯自己留在东夷城 也不放心把东夷城交给大皇子 割土封王并不是件难事 但割什么样的土 封哪位王才是难事 反正陛下也没有催我 我在东夷城再待一阵 帮助你收拢一下局面 范贤说道 待事态稳定之后 我就回京 大皇子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监察院还需要你同管 父皇想必也不会让你总不在京都 你回京都后打探一下 究竟东夷城这边将来是个什么安排 你担心陛下派个强悍人物过来 激起东夷城名辩 范贤威笑望着他 说道 这边有我的布置 你这半个东夷人就不要太担心了 他的语气认真起来 就算是担心 也要埋在肚子里 不能让人瞧见 大皇子知道 这个弟弟是真的关心自己 心头感动 点了点头 陈平平是不是准备走了 范贤喝了一口冷茶 觉得嘴里有些干涩 抬起眼光看了他一眼 这位太皇兄与陈平平的关系极为清静 想必对于陈圆里的动静十分清楚 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前些日子已经入宫请辞 大皇子并不知道 自己是之弱富博辈的陈院长 在私底下 曾经对自己的父皇起过大逆不道之心 没有将这件事情看得如何严重 只是想着陈院长年纪大了 也该养老 而想到陈院长离开京都 不知今生可还会再见到 大皇子的心里反而有些枉然 范贤默然 心里计算良久 不再理会这个问题 最后问道 此次前来东夷城的军队 真的全部是当年的征锡军 你能不能完全控制 兵族都是老人 问题是中层将领有很多陌生人 大皇子双眼微眯 微寒说道 后几日里依然是焦头烂额 那些繁琐的交接仪式 改名仪式 在东夷城的每一处里发生着 幸亏李布与红卢寺派来了 大量得力的官员 才让范贤没有被这些事情搞到吐血 然而 真正让他焦头烂额的是 东夷城西北面小梁国的一次明辩 在那次发动民众抵抗 庆国侵略者的行动中 一位深得民众敬仰的梁国大儒 当街自焚 黑烟直起 顿时点燃了小梁国百姓们的仇恨之心 范贤此时才真切地体会到 自己当初的想法是何等样的幼稚 要真正地征服一国 完全地兵不屑任 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大皇子已经领着军队过去镇压了 但是在临行前 范贤很认真地叮嘱 如果能够不让沁国驻军出手 那就一定不能出手 一旦庆军的手上 沾上了东夷人的鲜血 再要洗清 就是难上加难 这种仇恨 便再也化解不掉 大皇子一记向东夷城城主府 送去了言辞严厉的书函 则问城主云之兰 然后驱使着城主府为先驱 以本土官员 武力为先锋 开始弹压小梁国的动乱 而庆军则是以为后阵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当大皇子和云之兰 都离开东夷城后 一应事物都交给了范贤处理 他这一日躲到了海边 想着东夷城此起彼伏 不曾停歇过的惺惺之火 心头一阵烦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